中印边境对峙三个月 近日有升高的态势 昨天印度在中印边境 铭枪警告中共巡逻士兵 是两国自停火协议 45年以来的首次开火事件 同一天印度又为阵亡的 藏族军官举行盛大的葬礼 再次引起中共的跳脚 中印双方持续在拉达克边境 对峙三个月 紧张局势依旧没有缓和 近日更爆出印度开出45年来的第一枪 也是双方签订停火协议后的首次开火 星期一印度军方还为在边境冲突中 阵亡的藏族军官尼玛丹增 举行隆重葬礼 在棍幕上同时覆盖印度国旗 与象征西藏的雪山狮子旗 中印边境冲突升级 据外媒报道 六日印度少数民族事务部国务部长纳吉诸表示 有五名印度人在中印边境遭到中共解放军掳走 印度军方已发送热线讯息联络中共 目前等待回应中 日前印度与俄罗斯海军也在孟加拉湾 举行两天联合演习 目的是要进一步加强双方的行动融合 也反映印度正在大幅扩大在印度洋地区部署军舰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叶云辱真理报道